其實到底是不是這樣子期待 其實他就有個商量 然後我們在二層 就是 把觀眾沒有問說 他一直 從頭到尾都是針對說 我們有提的性格 就是說 覺得要怎麼做 這樣子想 大家好 各位學習可以請討案進出動作 我們後面就開始了 對 看到嗎 就是 看多看什麼 還是好看 對 你又還在那裡 我們歡迎來到 第27屆蘇中碑第一次女優惠會議 同志本次的主書 示範下來主題是漢險 歡迎大家 到來我們大學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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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先插播一件事情 幫港民高中代開的同學 請先到外面 因為剛剛發生 那個領域好像領錯了 有幫港民代開的同學嗎 對 好 謝謝 那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示範賽的那個 提示 那先 先介紹正方的隊伍 正方一面 黃雲德英學長很難認 各位好 謝謝 我們是維德中學92字頭 成功大學韜韜徹指導老師 朱瑟飛以及黃金飛的最佳辨識 學長也是辨論圈的Face專家 對矢行的辨題手搜 烂手於胸 打正方如魚得水 相信一定可以給學弟妹很故意性的感受 此外學長對於推廣辨論公信 更是當然其他 創辦了民進飛辨論比賽 同時也是中華辨論推廣協經會 CDPA的一次 我們歡迎學長 男人政方二辯士張哲耀學長 各位午安 中文高中91志投東路大學政研社指導老師 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CPA的秘書長 三次產典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賽的最佳辯手 也容獲過朱穗飛最佳辯士 以及國際華語辯論邀請賽 也就是新國辯全程唯一的最佳辯士 學長也是台灣辯論圈的代表人物 從蘇州到珠海 從馬來西亞、檳城到澳洲雪梨 許多指標性的辯論比賽都會邀請學長當評審 我們歡迎學長 擔任正方三辯的是趙義夫學長 大家好 上次中文高中93志投正大學演變社指導老師 學長榮獲過大陣杯、海洋法陣杯、大學舌尾杯、中國時報、大專院院校和士杯、辯論比賽、工商時報、校園、文貌政法賽、最佳辯士 學長身經百戰多次代表台灣遠征海外、福州、珠海、深圳各地都榮獲過冠軍 是極少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台灣高手 同時哲哲學長和義夫學長也是被台灣公認為榮譽要渣之一 讓我們歡迎學長 正方結辯由正方一辯汪登英雄名單任台灣 接下來我們介紹反方一辯的團號選手 反方一辯曾厚文學長 各位好 學長是建功高中99志投 珠瑞杯的新科最佳辯士 以及海峽兩岸大學辯論賽的優秀辯士 學長是全場最年輕的辯士 但是英雄初少年在新智奧瑞岡的朱瑞杯以及CDPA辯論檢驗賽 以及亞太電談最受矚目的國際華語辯論邀議賽 全部都打進決賽 可說是青出於藍的後期之選 讓我們歡迎學長 當然反方二辯的是中越學長 歐大夫國外 陳老師內湖高中九一志投 戰功標柄獲獎無數 被公認為台灣超強的榮律藥鑽之一 他擁有個人獎之多 全世界只剩下這方二辯的折藥學長可以考證清楚 連中越獎自己都記不得 他曾經獲得 2007年連正杯最佳辯士 2008年大學精英杯最佳辯士 2008年大學功能杯最佳辯士 2008年朱瑞杯最佳辯士 以及2008年連正杯最佳辯士 還有2012年國際精英杯最佳辯士等 14個個人獎 特別是國際精英杯 有無數的猛將敬旅在群起角族 具有冠軍上的隊伍 比沒有的還要多 學長一樣在十三星海中 榮獲了最佳辯士的榮耀 是台灣第一位台灣人榮獲國獎 國際精英杯最佳辯士 讓我們歡迎學長 謝謝 擔任正方三辯士 吳指針學長 嗯 各位大家好 學長是復興高中 88字頭 當東吳大學政研盛的前指導老師 學長一進大學就湧奪 環境杯的最佳辯士 很少便談 陸續融獲大張杯 WTO杯 ECFA杯 李育杯等最佳辯士 學長在國際賽也是風靈全場 不論是兩岸杯 兩岸杯四遍賽 都讓學長為之 崇拜跟小龍 讓我們歡迎學長 歡迎學長 反方結練有 反方二遍 非常難了 接下來介紹 本場比賽賽 本場比賽賽賽 採新式奧瑞剛44次制 也就是深潤指球 打遍各四分半鐘 主席 主席佳明3分30秒時 按理影響 請示範 4分整齒按鈴兩響 請示範 4分30秒時 按鈴三響 請示範 這時請台上面試 停止發言 本次比賽 一日有反方些行節點 本期再次宣布 在影響後 一分鐘後 比賽正式開始 請各位將手機關的精英 匯調成震動 運動 支撲 清滅 超市 廉業 筏 解釋 冷卻 加藏 克 印封 操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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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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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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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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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承認了我國的死刑就是酷刑一種 所以並不存在版本的問題 那對方沒有說 我們今天就算不廢除那又怎麼樣 沒怎樣 政府公然帶頭不守法 這是一個可取的價值嗎 對方沒有自己仔細思考看看 第二個誤殺的這部分 天要下雨 貓要吃魚 施法會出包 這是對方沒有顯而易見的事 對方沒有也承認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說 既然在法官檢警各方面證人證據 都有疑慮的前提底下 我們是不是要正視這個風險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因為司法會出錯 所以我們司法就不要運作 不可能嘛 但是我們折中之道是什麼呢 我們的折中之道 就是在既然發現他有可能會出錯之後 限縮一下他的權力 讓他雖然有可能會出錯 可是出錯的時候 不會是不可挽救的大錯 那什麼是不可挽救大錯呢 誤殺就是不可挽救大錯 經理若是財產型奪取了他的財產 如果他成冤得血的話 你可以完畢歸兆物歸原主 今天你說是自由形 發現他是這個冤獄的話 他可以重獲自由之身 可是呢 你一經挫殺就人死不可復生 那你奪取了他的生命權的這個 權力以後 他就不可能再回復成一個有生命的這個狀態 這就是 誤殺跟冤獄 他根本上面的這個區別嘛 那所以 對方便有又告訴大家說 我們還是要這個堅持有這個死刑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第一個求硬爆 第二個求威嚇 可是他一硬爆 他告訴大家說 格勞秀氏 說我們政府應該要 把人民的私下報復的這個權力收回國有 可是他有因此而主張說 非要有死刑不可嗎 今天我們廢除掉死刑 改採 無期徒刑可假釋 是不是政府仍然在代替那些無辜的受害者去聲援 去進行這個報復呢 再者是 對方沒有是真的能夠 符合這個硬爆的要求嗎 對方沒有報告說 台灣有八成的民眾是支持死刑的 他說有八成民眾支持死刑 又沒有說那八成的民眾 是基於硬爆的理念而支持死刑的 就好像你是反方 也不一定會打硬爆嘛 你不能說他是死刑的支持者 就認為說 在他們心目中 一定是認為這個死刑是符合硬爆的 再者是對方的情勢是更加不硬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已經承認有誤殺風險的前提底下 有可能把那些無辜的人給直接殺害了 而相對於你說的那些重刑犯那些死囚 我們只是改判他這個無期徒刑 是不是仍然是重罪予以重罰呢 而且在廢除死刑以後 無期徒刑也變成我的極刑了 所以我們仍然是維持重罪重罰 頂多程度有一點些許的差異 照對方沒有攻擊兩公約的立場的話 就算這個重罪重罰有一點點的差異 那又有什麼不對勁了嗎 相對於你根本把無罪的人給直接殺害 無罪的人去處以疾刑 兩者誰更符合硬爆的這個理念 相信應該是我方 再者是我們這個政府 在這個操縱死刑的時候 經常是怎麼樣 當初一個操弄民意的這個手段 費死聯盟就整理出來 他這個我們執行死刑的那個大事件 都是政府在民意低迷的時候 為了要轉移焦點 也可以多殺這個幾個死刑 照張軒芬老師的說法 死刑好像是我們政府的活期存款 在民意不僅的時候 趕快多殺幾個體領出來 這種操弄作法讓我們覺得噁心 比你的死刑還更噁心 所以你怎麼能夠說 這是正義的實現呢 再者是對外面有告訴他說 這個我們有這個威嚇力 可是呢 在台灣哦 你們看殺害女童的孔仲安 湯姆熊哥侯安曾文青 連續殺人的政潔 他們都說 他們是自己不想活的 卻沒有勇氣自殺 所以故意蓋票大的 是希望能夠這個被判處死刑 你今天的死刑的這個存在 反而誘發了一些 心智脆弱精神異常出去殺人 而且呢 他們因為這個心智異常 你死刑還不能夠去制裁他 既這不是既沒有硬爆 也沒有這個威嚇嗎 再者是我們1994年研討會 死刑存廢之探討 2007年逢了大學的這個措施論文 也發現我們死刑具有一種殘忍效應 也就是說政府帶頭公然殺人 會讓一些人心智脆弱 加以模仿 認為說別人對我不好不正義 我也可以這個殺害他 最後的這個結果呢 導致這個殺人的這個犯罪 反而是不減反征 你死刑有這個誘發犯罪的這個結果 怎麼能夠說 這是有威嚇力呢 這次其實發言 請反方三遍上臺質疏 請 早各位大家好 我們是蘇州的示範賽 所以我們就是按部就班,做一些標準動作的事情 那請問一下,二變你會講新論點? 我沒有講新論點,不行 所以你們一變有講殘忍效應嗎? 那是回應您方的論點 那是你們的論點之一嗎? 就算你說程序上是新論點,這在程序上也沒有可責的空間 沒關係,但是你們有論點之一 是是是 請問一下,殘忍效應會發生在當我們其心只剩下我們其獨層的時候 我們的實證研究沒有發現有這樣的現象 你們的實證研究是什麼? 就是1994年研考會的實證研究跟2007年封甲大學的碩士論文 我們的實證研究有辦法研究殘忍效應會不會發生在無期徒刑身上嗎? 我們沒有fetch過死刑吧,對吧 所以你沒有辦法確定當我們的極刑變成無期徒刑之後 是不是會繼續誘發殘忍效應? 我說兩點回應 第一個是我們在實證上面只有死刑有這個殘忍效應 世界各國的學術研究從來都沒有認為說 無期徒刑會發生殘忍效應 他們是研究之後沒有還是沒有人研究? 你們的資料有那麼清楚嗎? 沒有那麼清楚 對,我們因為沒有代除過死刑 所以我們殘忍相的檢驗 其實本來就只能檢驗死刑 所以我們不能確定殘忍效應會不會發生無期徒刑身上 可以,但是我們還可以再做一個比較 那我再請問另外一個問題 你們這個心心念念兩公約 我想請問一下兩公約下面是怎麼規定的 兩公約的第七條規定是說 我們要全面的禁止酷刑 我印象中兩公約好像是寫說死刑 只能用在最嚴重的犯罪身上 那是第六條 所以兩公約已經明講死刑可以用 只是不能濫用 不是,我解釋清楚 我現在在談的不是 你拿條文來 我現在在談的不是 我繼續往下問個問題 我談的不是第六條 我談的是第七條規定 是禁止酷刑的 那現在很明顯 第六條或第七條 而二十二年法務部自己的國家人權包含 也就是依照兩公約跟施刑法說 對,對不對 你現在講的就是 認定死刑就是酷刑 所以現在很明顯的 光看兩公約的文本本身 它是容許死刑的 現在之所以你們認為會遍不容許 是因為我們自己後續解釋 死刑等於酷刑 所以死刑也不行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你們怎麼告訴大家死刑是酷刑 但是無期徒刑不是酷刑 你可以看這個法務部的國家人權報告 但是我方剛才也解釋過了 死刑跟無期徒刑 它有本質上的區別 我知道 我懂我懂 那麼你怎麼告訴大家 無期徒刑不是酷刑 因為法務部的人權報告 會過得很舒服嗎 應該也不會 當然不會 那請問一下 你們剛剛無期徒刑 有沒有得假釋呢 可以啊 假釋門檻有沒有變 沒有 那為什麼不是酷刑 現況底下 現況底下 我們也不 現況底下 我們也不認為死刑是酷刑 法務部已經認為死刑是酷刑 但是新的報告出來 他是這麼說的 但如果你要講說 我們原本覺得怎麼樣的話 也沒有人覺得無期徒刑是酷刑 那不一樣啊 我們法務部2012年的那個人權報告 應該是有法律的實質拘束力 不知道為什麼他自保犯法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以法務部的說法為準 對 都沒有請問一下法務部現在廢死了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說他自法犯法自相矛盾 都沒有為什麼他講兩個論點 你信另外一個 就不信另外一個 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兩公約 是有這個實質 對 跟私刑法對我國的法律有實質的拘束力的啊 都沒有再往下問過 所以他簽署兩公約跟私刑法 因為做做這樣的解釋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廢除掉這個死刑來 有關係之後沒有 我們另外一個比較好理解的點 那請問一下 對你們而言 刑法的處罰有沒有過輕的問題 過輕 假設我們把所有的刑法都往下調刑度 或是都改成罰金刑 請問一下這會不會有過輕的問題 他是否是個流幣 而嚴格來說 那是在我們定刑法的時候的那個量刑空間 不是跟我們要不要在刑法 在設置這個刑法是不一樣的 我再重問一次 假設我們把所有的處罰都降低一半好了 您認為有沒有刑法過輕的問題 聽起來好像有 但是個案還要再額外判斷 OK 所以對您方而言 刑度的高低的本身 對你們而言沒有其他的意義對不對 什麼都 本來是什麼意義 什麼其他的意義 沒有嗎 反正您方就覺得 我們在只要不殺人的情況底下 我們刑法怎麼定高低 當然有差 不會影響到應報的程度嗎 還是您方認為 還是符合重罪重罪輕罪輕罰 你該成論是這樣講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殺人 把一百 還是要有罪行相當的事情 聽起來是 接下來請反方惡變 上台成論 政政府官 大家好 現在處理一下兩方面的問題 好啦 其實我方的立場非常簡單 就是 我方認為應該要維持死刑 那當然我方認為死刑是 非常嚴重的一個刑罰 他要負責來去處理那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面對的罪惡 當然都沒有可以舉證說我方法務部認為死刑是一種酷刑 那其實我方並不了解法務部在出示這份報告的時候 他認不認為這個酷刑的定義等於兩公約酷刑的定義 因為畢竟酷刑其實是一個很常用的一種表達情緒的一種名詞 那總之姑且不管我們在兩公約裡面看到 我們認為我們要盡量去避免酷刑 那我們也認為可是死刑其實是可以用來面對極大極惡之罪犯 那我們只要不濫用就好這也是兩公約上面明定的 那我方的立場就非常簡單 總之我方就是要用時間去處理面對那些極大的犯罪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姑且不論酷刑他的這個名字在保護臉裡的觀感是什麼 那我方的立場跟我方的政府就決定要這樣一個定調 那在這個部分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混淆或導致的傷害 都要沒有就接下來可以繼續去做論證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都要沒有做了一個誤判的一個說明 說了非常多的一個論點和論述 那其實我方的想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方在守直的時候去做了一個詢問 就是我方認為的確我們並不否認 現況之下的刑事出動是沒瑕疵的 可是我方想要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瑕疵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種偷案 還是它是一種個案 所以我們先去詢問對方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部分去做一個普世的調查 不是誤判致死的機率有多高喔 是出現刑事審判瑕疵的機率有多高 都沒有在這個部分其實是沒答案的 當然啦對方最後開了一發大決就是說 好啦我用咬死精神鑑定這個部分可能會有異常 所以其實我認為所有的案件其實都出現了 這樣的一個刑事審判上面的瑕疵 那按照對方便有的立場 如果精神鑑定這件事情是那麼的不能克服的話 那其實對方就算改判了無期徒刑 其實也沒有辦法解決任何的誤判 對方便有也在任何的再審 在任何的非常上訴 事實上也完完全就沒有辦法去解決 這個對方便有所說誤判的問題 那將他用死刑變成無期徒刑之後 對方便有所謂的避免了誤殺 可卻仍然存在永遠都沒有辦法改變的誤判 那意義又何在 事實上對方便有就是認為把它變成誤判之後 我們有了一個比較多的時間跟空間 事實上有機會解決以上13個刑事審判的瑕疵 這個誤判才有意義嘛 居然以上這13個刑事審判的瑕疵 是可以被解決的問題 也就代表現實生活當中存在的一種刑事判決 他可以避免以上這13個刑事審判瑕疵 而我方就是要去討論 如果我可以避免以上這13個刑事審判瑕疵的這種罪犯 為什麼不能讓他死 為什麼不能讓他死 這就是我方今天要去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我方也去做了一個舉責 其實在一面的時候就有說了 這是在3月24號法務部所做出來的一個解釋 他說 對於目前判決死刑確定但具備著重大爭議和尚未執行的案件 他要求最高檢 他要去檢視有沒有再審或非常上座的事由 提出一個爭議死刑案件救濟審查小組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冤獄 讓羅部長特別會上開指示 就受害人受判決的人否認犯罪 而且證據取審或事實認定有巨大爭議的事件 再一次去主動去做審核 簡單來說我方想要表達一個人簡單 就是以上13個刑事審判瑕疵 還是我方完全不做爭論 可是我方要告訴大家 現況之下的刑事審判出現誤判 他是一個逐步正在被縮小的問題 他是一個隨著時間 隨著我們更嚴謹 隨著我們去補充法醫的數量 隨著我們去補充科學上面的一個進步 他是可以逐步被縮小的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面對罪犯的時候 我們所要保持的一個態度是什麼 我們所要保持的一個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方態度很簡單 就是如果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罪愛 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犯罪 我們心中有這樣的一個憤恨 我們就應該保有使勤來去保護大家 其實我們方剛剛在醫便的時候有說 其實這個論述方式就某個角度而言 就是看大家心裡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犯人 他們說 然後舉例來說好了 例如說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台大宅王的事件 就是張彥文 他當街砍殺女友47刀 然後並且施暴之後 在大庭廣眾之下 就是殺害他的女友之後 然後再吻屍下半身 然後大哭 然後在假裝要自殺的時候其實是用刀本 其實很有幸我在他犯案之前跟他打過牌 就是這是一個很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看起來他們的一表人才 實際上做出這麼一個沒有辦法讓人想像的最後 我實在很難理解我們的時候 會要容忍這樣的人 繼續跟我們生活在台灣的地球上 謝謝 最難教練 車子 正在實際上 大併了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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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大併了你好 大併了你好 我們有努力在縮小這些誤判的發生的可能 有努力跟這個努力真的有落實是兩件事 當然 刑事訴訟法裡面規定自白不能作為唯一證據是規定很久的事情 市次委82號解釋說共同被告的自白不能作為唯一證據也是改變很久的事 早就有規定 請問一下剛剛我們過去我在議面提到這麼多個自白上面有問題的案子 或是在法院判決裡面對於補強證據不足是不是一樣還是有發生 沒有現況之下的法官再要用這麼白目的方式判好方向就很難 所以我方剛你剛剛不是說你也承認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些誤判的問題 我方承認可是我方的意思是說現況之下的法官他要繼續用這麼白目的方式來去做判決 其實會越來越困難 因為大家眼睛都在看著他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我們確定一下 台灣死刑判決報告被聯盟出2015年67個判決案件 那是2015年出版的 代表這裡面所有的案件都是2015年做的案件 代表目前為止沒有改變的 最後確定判決所做出來的案件 我的解釋是 這一份報告是2015年出版 可是他裡面所調查的死刑案件有很多是過去的審判案件 他在今年做了出版 那我們看蘇建和 蘇建和被 放出來了 謝謝 冰沒有 蘇建和沒有 蘇建和沒有 蘇建和還沒有 秋和順 秋和順 我講錯了 秋和順 秋和順案裡面已經有諸多的錄音證據證明曾經發生過刑求 顯然不符合自白要任性的要件 依照行事實用法判決這些案件 這些證據都不應該被拿到判決 對啊 不應該這樣判決 那現在目前的確定判決裡面 秋和順案有沒有排除這些案件 如果他還沒排除 他應該會進入這個爭議死刑案件救濟審查 好來 呂金凱在那一坨DNA裡面 那一坨經驗裡面沒有他的DNA 法院有沒有開始再生 法院 理論上要開始再生 沒有開始再生 還有一個觀點是因為呂金凱那個時候 面對到其實不會被判決死刑 是無期突刑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在庭障當庭認罪 呃 所以那一坨DNA裡面 那一坨經驗原本的話DNA 還是不可以他一直帶走 這是林方認為 我們可以心安理得的因素 我方當然認為這不能心安理得 好 所以那這樣的誤判制度 是不是需要面對的 我方的解釋很簡單 就是我方都承認那些是誤判 可是我方的立場就認為 這個問題有逐漸在被縮小 那這個縮小 有沒有縮小到可以被忍受的地步 能不能被忍受的話 我們等一下在後面面試會繼續做成 就看大家怎麼感覺 對看大家怎麼感覺 那林方剛剛講說那個 呃 因為復仇權的關係 所以國家可以壟斷人民的刑罰宣行 對 我方只是想要去正當話說 其實我們面對到這些極致跟極惡 我們是有權利要去做復仇的 好來 所以 所以 所謂的復仇就是 是以啊還啊 以言還言 它是一個 你可以畫原證嗎 可是我今天如果卸了你一隻手臂 法院會把我另外一隻手臂也砍下來嗎 當然不行 所以不見得完全相等 不是相等 原因是因為要兼顧人權 好 所以那為什麼這條線一定劃在死刑 一定要有死刑 才叫符合壟斷刑罰權行使 對啊 這好問題 那為什麼一定不能有死刑呢 所以寧方也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沒有單純因為這個原因 告訴我說死刑 你確有生長性 對不對 因為線不一定要畫在死刑上面 對 可是要推移這條線 這是寧方要去解釋 所以 為什麼這條線不能被推移 也是你需要解釋的對不對 當然 所以我方今天在場上也要詮釋 就面對罪惡大家的感覺是怎麼樣 如果寧方可以去解釋 他其實沒那麼討厭 我現在的意思很簡單嘛 罪惡是罪惡 可是罪惡要先確定他真的有犯嘛 對不對 沒有 那案件到底有沒有解除 你剛剛所講的 那沒有兩個部分 羅因學那個新的那個制度 他到底有沒有落實 不要忘了 羅因學2015年才差點要執行9% 對啊 那 那 不是因為他不想執行 他調到券 沒有辦法下 沒有辦法發公文 只是好運而已 總之他最後應該要進入這個 這樣的羅因學 這樣的羅因學成立的這樣的審判小組 這個人 他到底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實際的目的 想要能夠解釋 人都不能悔改的嗎 觀念不能改嗎 我媽媽也 接下來請正方三變上台聲 謝謝主席 各位好 其實今天這個討論非常有趣 因為都沒有打一個 在一般政治思想裡面 稱之為社會契約論的方法 他是說 因為我們本來有些權利 我們對國家 誰國家可以這樣幹 那這樣的羅機通不通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釋 總之第一個 格勞秀斯他就一直講的 叫做自保還是報復 這個不是很清楚 兩個是不大一樣的 自保跟報復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 他都會以為我們要看清楚 他到底怎麼講 我們不是很確定 那第二人就算他真的這麼講 格勞秀斯是哪位啊 了不起嗎 亞里斯多德還講過 有些人天生就努力了 那你要聽嗎 反而也沒用 我們還是得回過台 檢查他本身合不合理 有沒有正當性 不然你以為 我們一群政治思想研究 走到底在幹嘛 那我們從第一個角度來看 他本身到底有沒有合理性 這個邏輯能不能成立 如果按他講的 報復權是可以這樣用的話 他照這個講法 所有冤死者的家屬 能不能這樣報復國家呢 那江國欽的家屬 他能不能就在總統府裡面放大戰 或在法院裡放大戰 你覺得行不行呢 考察你也本來想怎麼幹 對不對 另外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這些做這麼極惡多亂的事情 他會不會也覺得 我就是被社會壓迫啊 社會都在對我使用暴力啊 那你怎麼就突然不准拿用了呢 對不對 而且照我來講 你這個邏輯能夠乙慣嗎 能夠適用到其他狀況嗎 如果按你講 你真的要以暴自暴的話 前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早該學法國老 拿那個建築廢棄 拿那個洗手台去把警局給砸爆 因為他們3月24日凌晨打了我們的同伴 我們同伴都受傷了 頭都流血了 FIFA Love Fox 對不對 你有要裝幹嗎 好像也沒有吧 是怎樣 蛤 看到警察就怕了嗎 不會吧 而且我可以跟你講 法國人不僅比你邏輯一貫 而且還可以更清楚認知到一件事情 要談暴力 在有國家的體系下 國家本身就是最大的暴力機構好嗎 按你暴自暴的觀點 我們先去打政府 而不是先來殺人這些人 好 當然 我相信剛剛沒有人 不會想這麼幹 所以他才跟我們守則說很清楚 我們把他授予國家的最重要的關鍵 是因為我們覺得他會更好 他會更嚴謹 他更能夠發現真實 所以你也不敢廢除這些 可能會讓人民覺得很久 可能讓人民覺得不耐煩 可能讓人民覺得自己來比較快 的程序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前提 而我守則你 問的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這個程序 這說說而已就好嗎 不會 我們要看實質運作的狀況是怎樣 這就是我幫今天要告訴大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你說 OK我們成立小組啦 對不對 不然軍中最喜歡這樣 反正只要出事了 我們就來成立專案小組 來檢討一下 如果怕那個士兵中暑怎麼辦 飲水記錄卡嘛 對不對 這個氣溫30度以上 超過3000公尺 喝水300滴滴 喝水 有用嗎 有用嗎 各位 不是這樣玩的好不好 我們從前面提到的 所有問題 真的被面對 真的被解決嗎 把這麼多問題拿上去 你說可以再審啊 可以再討論啊 他也可以再不回啊 你是有信誠他再不回嗎 沒有吧 他可以說 喔我看完了 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一切沒有畫面 我回 收封 這就是最大的荒謬 這在我們現實體下 就是最大的荒謬 你根本不能確認 這個層是產出的 我傷的對不對 對 硬爆是 輕罪輕罰 重罪重罰 可是最重要的核心關鍵的基礎前提是 有罪有罰 無罪無罰 好不好 這才是一切硬爆是基本關鍵 你現在不僅是無罪有罰 還殺了 這就是最大的荒謬 不過對方為了講 對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荒謬是我們受禮 接下來是我們受禮 我們就可以把它取消 這就是我們象徵荒謬體制於世界 反抗的第一步 而在這條反抗的路上 我認為它既不是武藝 也不是徒勞 因為我們每一份的努力 在這經濟路上 每一次的吸引 都是這條道路 本身成為一個世界 而在這個世界之中 它使我們的靈魂本身 就有了滿足 有了充實 所以 我相信 我們不用藉由想像 當我們願意反抗這一步 我們就是幸福的學習主 希望大家也願意加入我們跟他 可以 謝謝各位 請反方一便上台質詢 各位好 各位好 您好 說完了你們的損益 我認為有誤判的存在 所以我們要收斂一點我們的刑罰 對不對 關鍵是我們的程序要被合理的執行 這才是我們有安全的基本 就是誤判的 就是誤判的 那時候誤判不會消失吧 不會馬上消失 OK 所以你們的利益來自於 有可能可以回復 或有更好的審判 對不對 謝謝 那請問死刑犯 它有沒有非常上述的管道 對 你可以脫回 我知道可以脫回 有沒有成功的案例 誰 書建合 然後 有沒有成功的案例 對你說 只要有一個人成功案例就可以 對啊沒有 我這樣問你的問題 你可以簡單的回答 有消防 有沒有管道 有沒有管道 管道是不是暢通的 有沒有成功的案例 謝謝 我再往回 再換個角度問 他受過幾個人努力帶來的 如果變成無期徒刑 您幫他所講的精神鑑定的問題 講說證據一次的問題 他們真的會回復嗎 你們有舉證證明的一個資料 是無期徒刑的案子 他後來找到證據 或者是重新審判之後 他回復的嗎 你有這樣證明嗎 我媽媽也這樣證明 所以您幫把他判成無期徒刑之後 也有可能關到死 對不對 有可能 謝謝 所以您幫的解決力跟我方 並沒有很明確的差異 就像您幫意思是 反正都要關他不如殺了他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您幫變成無期徒刑之後 把他關到死 我方槍殺其實沒有實質上的差異 我繼續問 您幫就是 反正我關了你不殺他 我先問 我要的答案 我問你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不是 我問你一下 我就說 你把他關到跟你槍決 是沒有實質上的差異 意思就是你覺得 乾脆槍決他沒差嗎 是沒有差 是您幫不能夠證明 你要變動制度的利益 我繼續問 就這麼簡單問題而已嗎 你要反質詢 我要問一下一個問題 您幫說 復仇權不重要 你說復仇權不重要 你是這個意思嗎 你得先解釋他到底是什麼故事 好 那您可以先看一下這份解釋 好 我們來看看格勞秀 格勞秀是說 刑法的起源來自於人類社會的某個時期 復仇權屬於社會的每一個成員 古代起源不代表現代刑法要這麼做 現代的刑法還是這麼做的 古代國家也是起源於暴力 那現代國家可以起源於暴力 刑法的本質理解對犯罪的暴力或懲罰 符合刑法原初與出名的包覆 根源沒有代表他這樣正當 好 您對這個整頁那麼多 那我問一個最極端的狀況好了 您幫是不是所有的刑法都不要在意民 也不要在乎大家怎麼想 也不是吧 我先勸你 我們陷害所有的刑度的判斷 難道不是用人民對於他重跟輕的想法 其實不是 我們從來沒做過調查 你有什麼王病嗎 沒有 這是我們的社會通念 而且大家說 哪來通念 酒駕大家覺得判得太輕 我們明年的酒駕的刑責就要增加 你方是承認還是不承認 他是為了威嚇力 不是 不是 就是大家覺得太輕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解釋 他覺得太輕是指不足於應對他的行為 還是這樣大家不會是不一樣的事情 不要亂曲解大家意思 沒有 明才叫做曲解 你說他可能是為了威嚇力 可是我方說他有可能是硬爆 你能夠切除其他的可能嗎 所以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綜合考量 你方成不成 反正都綜合考量不行 我就確定你的意思就好 你方覺得所有的刑法都不用在乎王愛情 我們確定兩方的態度做損一筆就好 可不可以 OK 你有種筆 好 謝謝 所以你方說完全不在乎損一筆 我方大家就是在乎蛋 完全不在乎大家的想法 我們是在乎損一筆 如果這樣超越我們大家看無辜的人的話 那坦白說 無辜的人我們跟他討論過 我們討論過就是那些噁心的人 我再確定第二天看就好 難怪你這樣講我就懂為什麼奧古斯丁說 國家是最大的海盜角 我學士潛 你不要講一些我聽不懂 那你還想知道 這個我看的時候奧古斯丁我看不太懂 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剛剛你解釋過他不是你那個意思 你說你不懂你還說你解釋是對 我方沒有這個詞詢答辯的時間 我覺得你講話比我多非常多 我會很難問 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就好 你方認為現在政府去殺掉朝天壽 是一件噁心的事對不對 他殺很多無故人是噁心的事情 我說我現在問你是朝天壽 他已經罪情不確定 兩耳相權取其其 我方繼續問 你方沒有證明所有他殺的人都是誤判 我方認為我要殺 讓大家覺得快樂 也得到大家的一爆發 他殺了一些噁人殺了一些無故人 兩耳相權取其其 謝謝 請反方閃遍 上台收入 我以為你要上去 這樣比賽其實重點有兩個 就是一個就是誤判一個原因 那其實誤判這件事情 雖然他們依然用非常華麗的方式 從非常多面向去切入 告訴大家誤判是存在的 可是我相信這樣 各位一定跟我有在聽難論社論中 一模一樣的心情嘛 就是說 我們可以理解誤判的誠意有可能很多 我們也相信這個世間上 絕對是存在著誤判的情況 就是這件事情是沒什麼好爭議的 而我發現在開始的時候 就大方承認誤判必然是存在的 但是其實從來沒有人 是因為這件事情去思考 我們要不要死刑 為什麼?因為我們在理智上可以理解 這兩件事情是有一個落差的 縱使在誤判的案件當中 縱使它不是一個死刑的案件 哪怕是關你十年五年好了 只要是誤判沒有人可以接受 因為它的本質上不在於刑度的輕重 而在於你被冤枉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哪怕你是輕罪、重罪、無期徒刑或死刑 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那都是一件悲劇 所以面對誤判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會去思考的不是降輕刑度 因為這解決不了它被冤枉的事實 我們思考的是如何從制度上面去解決這件問題 好比說我們的見識技術要進步 而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它走在一個進步的路上 科技只會進步它不會退步 不過在技術上面我們如何變得更年輕 在資訊上面如何變得更透明 像現在驅打成招這種逼供的這種事情 我們現在看會是新聞 都回到二十年前去問問你爸爸媽媽 說驅打成招逼供這種事情是不是新聞 他剛剛說那不是新聞 這上面有新聞為什麼 因為他說警察把他就這樣幹 懂我意思嗎?就是這件事情它就是一個時代的變化 不管是美國歐洲台灣都一樣 一個司法演技的早期它必然經歷了大量的黑歷史 而隨著我們法治的進步資訊的公開 這件事情它必然只會走向一個越來越小的情況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它存在 但是它是一個縮小中的問題 而我們應不應該為了這件縮小中的問題 回過頭來去廢阻死刑 我們認為是有奈相缺的 而原因是什麼?原因就要扯回到我們講應報的部分 當我們只說應報的時候 對大家而言這是一個很有距離的一個 一個似乎是專有名詞的東西 但是其實不是 如果我們把應報這件事情換成一個 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一個白話文的名詞的話 就叫做噁心 什麼叫噁心? 我有個學弟為了保護當成的姓名 他也是打電話 念文話 他叫大胖 我不講他本質 他追女孩子很多次了 當然大家可以猜測得到結果 就是他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在我們都跟大胖一樣 當我們面臨到這種失敗的時候 我們可能一直喝酒 我們只能在電腦前面一直聽Youtube的歌 可能只能打電話給朋友 約出來大王他 我們只能用這些方式去排解 跟消化我們的期末跟難過 我們可能發洩動態很好拍 我們能做的大概就只是這樣子 可是有一個人 他叫做王宏偉 他跟大胖一樣 他求愛失敗了 結果呢 他開車撞死了 他去追求的那個女生 並且向他砍了一百七十六刀 這種人他做的事情是我們不會做 也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對大胖而言 如果追求一個人失敗之後 可以這樣做的話 哇他早就好睡吧 他怎麼比看那麼多錢啊 我們情侶 我們去風景區 深夜裡面千千小手 輕輕准 多麼浪漫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只要你有車 只要他晚上可以不用回家 大家都希望可以帶你朋友 去做這件事情 對 那現實中就有人做這件事情了 他也帶他女朋友 開車到盛念的風景區裡面 去牽牽手 好去輕輕小嘴 結果他遇到了誰 他遇到一個叫王福松的人 跟他同伙 在他的男朋友的面前 他輪接他跟他朋友 他輪接他女朋友之後 再把他們兩個殺掉 這種事情是連我們想三批 都不敢三批的人 但是 他們可以對著別的情侶 當著他們面前做這種事情 再把他們殺掉 我必須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這個世界上 當我們討厭死刑問題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能忽略 擺在我們眼前 血淋淋 所有有可能 他其實不是誤判的事實 我們在相信誤判的同時 我們要承認 的確社會上 就是有些人這麼變態 就是這麼噁心 而我們都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 把這種人觀察 然後裡面二十年三十年 對他而言 我們心裡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惡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惡 這種惡是我們沒有辦法原諒的惡 我們必須在生跟死之間 畫出一條界線 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們得死 因為我們被迫在這個社會所進攻秩序底下 努力辛苦的活著 我們只能喝悶酒 我們能找別人打LOL 我們可能要過得很慘 但是有些人選用作弊的方法 去跨過別人人生的界線 謝謝大家 接下來請正方二變上台指數 dubu 對方 flexibility 我們有些人比較囂著 碰到過三千塊 變得很囂著 對方沒有明顯 好 謝謝大家 對方沒有明顯 對方沒有明顯 好 請我們只慘一下 到過三千塊 來 請到對手 來 出水 到過三千塊 幹什麼 對方沒有名號 大家好,總統您好 您剛才做損益比的時候 談的是誤殺跟應報之間的比較嘛 是 那已經不打算再討論我方提的兩崩約 跟您方提的威嚇了嗎 兩崩約很明顯有衝突啊,沒有進場 我只想要確認一下可以 因為我方之所以講兩崩約 也一直都認為這不會是一個決勝點 只是想說有這麼多小朋友在場 希望跟他們推廣一下 文師法的自相保的認知 你知道嗎 那 如果您不打算再反駁兩崩約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擱置 兩崩約最後的論點是卡在你們那邊吧 是你們解釋不了 為什麼無疾苦心就是不喜歡是嗎 我一樣啊,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接下來不談兩崩約 你也不談威嚇 那我們就誤殺跟應報就直接聚焦就好 好,謝謝 那接著來談應報 應報的這個觀念就是要重罪重罰 輕罪輕罪輕罰嘛 這是其中一個技術性的觀念 對,那還有更根本的是要有罪才有罰 無罪是不罰的嘛 這跟重罪重罰、輕罪輕罰 對啊,那我就不懂應報還有什麼額外的內容 其他人罰50 這也算在比例上面 重罪重罰、輕罪輕罰 對吧 對,但是其實他本質上欠缺那個相對的重量 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說 雖然我們重罪重罰 但是這個重罰可能是相對於其他的這個刑罰而言 他比較相對重 但是不能夠把你 不是你心目中的重罪 了解了解 那請問一下 在您心目中 或你預期在大家的心目中 我們替代死刑用的無期徒刑可假釋 是一個侵罰嗎 是 這是一個侵罰 是 那您放剛才說這個 他指義他可能會是酷刑 那我再次請問您 在你這個心目中 無期徒刑可假釋是一種侵罰 那為什麼有很多的殺人罪犯 最後也判了無期徒刑可假釋呢 為什麼 我真的懂你的問題 我的意思 因為刑罰是相較於死刑 當然是相較於死刑而已 不是 我們是只說就一般而已 你剛才告訴我說 一個刑罰它輕重的標準 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在我們心裡可以直接衡量出來 現在又告訴我說 是刑罰跟刑罰之間的這個比較 因為它比死刑輕 就變成又是刑罰 我方的立場是 我同意刑罰它的輕重 可以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或一個普遍的主觀的標準 但是我相信任何人都會認為 無期徒刑可假釋 一定是屬於重罰的吧 你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有些也是殺人 那為什麼刑無期徒刑 我們會覺得OK對不對 對對對 如果在這方面 關鍵刑可假釋是侵罰的話 對嘛 同樣是殺人 花樣非常多 像我剛才講 就是一些很噁心的花樣 那種刑無期徒刑就是太刑 可是有些殺人 它是算是比較 比較可理解 沒那麼 沒那種病態 但是殺人仍然是重罪 對對對 所以還是無期徒刑 所以重罪除以重罰 我認為這個還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最近部這個問您好 您說 您說我們 之所以要有這個死刑 來這個符合印報 有幾種這個取勁嗎 那第一種 格勞秀氏有認為 死刑是實現印報所必要的嗎 他沒有講那麼多 他沒有講那麼多 那再來不看學者的觀念 那再看民意的調查 反應所舉出的那個民意調查 他有說 我是支持死刑是因為印報 還是只是他支持死刑 當然沒有 你說他沒有講解釋 他為什麼支持死刑 那民調就是要 我們可以講更極端的嗎 就很明顯在正方 我們都知道有份資料 這不是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因為你們說這個民眾 是普遍這個支持死刑 是基於印報 所以我們想要檢視的是 真的是因為印報嗎 還是他可能誤以為死刑 是有威嚇力 所以才支持死刑 有可能 但這份民調不重要 因為我們 就是來告訴大家 要大家相信 所以 你既不從學者的正言 盧格勒秀是來證明 死刑是印報所必要的 也不從民意的調查 大家這麼想 來證明 死刑是印報所必要的 對 所以你剛才的做法 就是描述這個案情 那請問 我們就把他關到死 跟把他槍決 在你心目中 這有必然的差別嗎 聽不懂必然的差別 會有點不一樣 結果上一樣 請舞台上去 確實停止發言 第一階段比賽 到此告一段落 第二階段將從比賽 將影響後 一分鐘後開始 就有 它一對 就有 一對 所以 起訴 有很多 最受到的 按摩 勢圈 有限時 要會 子 有 感覺又大的 鞭刀石 那個 再來 大概 六十七次 其實 也要它 然後就讓它進行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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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落 希望智能 真的好好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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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都好多 他都好多 在座各位大家好 不好意思喔 太久沒有打4分半 所以反而生日後來就爛回 對啊 那其實在座這個時間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跟討論一下 就是我們在準備這個比賽的一個刑警 就是 我也希望在座各位就是可以平靜下來 就是這樣一個比較歡樂跟輕鬆的比賽之後 我們一起去想看到底什麼是犯罪 以及什麼叫做極致的罪惡 我覺得這是一個在討論這個事情 這個題目很值得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其實犯罪它就是一種對人生的作弊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他都心中有不滿 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可能都會有不如意的時候 可是我們在一個保護他人 保護自己的一個過程 遵循著一個既有的一個規定 希望在這樣的一個規矩裡面 努力的去突破跟找到自己人生的價值 可是犯罪人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用那樣的一個方式 去超車去做一些 我們想做可是我們不能做的一些事 去突破那些其實我們心中的一個憤慌 都不滿意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表現 其實他真的在處理 並不是他跟當事人的問題 他真的在處理是他跟社會的問題 所以其實社會是有權 而且也應該去思考我們怎麼去處理 這樣子的一個犯罪 我有去思考到底什麼叫做極致的罪惡 其實剛剛在講那個台大宅王的例子 就是因為剛好一面之爲 所以我對這個印象非常深 其實他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之後 有了另外的新男朋友 那只是因為他就是苦苦追求求愛不成 所以他後來在挽回過程當中 後來就當街把他砍殺了 而且當街就撥開他的衣服 就是已經殺掉他的脖子 差點被砍斷了 然後撥開他的衣服之後 然後當眾就是親吻他的下體 說他以後不會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還會有以後 可是他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件 去表示他的愛 其實我有在想 就是他的親吻媒體 現在大家回去報告應該都還可以看到 類似影音的片段 就是他的母親有多傷心 以及他...我不知道 就是我曾經在準備這個比賽的時候 我把自己投身在這樣一個情境 就是如果我是愛著這個女孩的 一個男人就是...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境 我只是剛剛在三變的時候也有說 就是在講那個吳芙松 就是他對於一個就是在封頂區就是 約會的小情侶 就活同同伙之後 然後就是當著受害者男性的面前 去輪抱他的女朋友之後 再把那兩個人殺害 我會去投身那個情境 真的好險他有把那兩個人都殺害 如果他今天只殺了那個女的 只留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我是那個女朋友面對被輪抱的那個男生 就是我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 而且很不敢想像的一件事 我們還有看到很多很可怕很噁心 就是我幫三變所說 就是噁心的案件 像張仁寶 他在夜深的路上看到一個老婦人 脖子上面有一條金像鏈 所以興起歹念 就去搶劫了他 然後接下來用樹幹把他擊斃之後 目前為止 如果只是現在 我相信也不會怕他死起來 就是無極度用這個架子 可是最噁心的是 他接下來用50公分長的鐵條 去插入這一位老婦人的屍體的下體 理由只是因為他想看看老婦人的下體 跟少女的下體到底哪裡長得不一樣 僅止如此而已 當你面對到這種你極致的憤恨的惡 你沒有辦法理解 你也沒有辦法想像的時候 我方認為 不是論證 只是我方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感受 我希望你們也認為 他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法律今天並不是要懲罰壞人 法律其實他是要保護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黑暗的騎士 就是哈維丹特 他原本是好人 可是面對到極致的罪惡 其實每一個人 他都很容易被壓垮 而變成另外一個犯罪者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承受這樣的一個惡 他沒有辦法被控制 所以他很容易也墮落於其中 所以法律 他最重要的關鍵 是要保護這些受害者的家屬 那今天你射身處理 投不到這樣的一個情境 如果有一天你最愛的人 也面對到被這樣子處罰的時候 面對到被這樣子摧殘的時候 法律要去幫你 伸張你的正義 要保護你 讓你不要變成一個壞人 所以我方的損印裡很簡單 的確剛剛沒有今天認為誤判很可怕 政府去誤殺一個人 政府當了壞人 可是如果今天政府沒有死刑 那些壞人就是誰當 就是在座的各位 如果有一天你們面對到犯罪 你們最愛的人被殺掉 你們就會當壞人 如果今天我們真的要選擇 有一個人要當壞人的話 不要讓老百姓當 讓政府來當 政府應該去做誠來介入 請正方傑變上台傑變 各位好 這件事真的很可惡 在想在可惡的時候 我們不要忘了可惡的人之後 必有可悲之處 越憤怒要越冷靜 曾經有個案子是這樣的 他在博物館當班 然後監察四孫女 人身共憤 迅速地執行死刑 二十年後 我們發覺 原來不是他做的 他叫江國際 我們已經沒有任何辦法 可以再救回他 1987年的5月15號 三生相場執行的另外一個死刑案件 他絕對殺了人 而且很殘忍 他殺害了雇主一家三口 包括六歲的小女孩 完全沒有反抗能力 他叫唐明醫生 他很變態 他很噁心 這點我們都承認 他的手法是兇殘 絕對超過絕大多數的殺害案件 可是在我們那麼憤怒之旅 我們有沒有想過 他的身份正在沒收 他超時工作 他沒有辦法 在一個有人的尊嚴的方法 在那個僱主家工作多久 這麼可惡的人 這麼噁心的人 背後 每個人其實都可能是脆弱的 台大宅 過去經歷了什麼事情 我們不見得知道 而在我們 確切地知道他曾經 他到底經歷過哪些事情之前 而且我們真的能夠這麼努力 而這麼絕對地就說 他是社會敵人 這個是會永遠容不下他嗎 更不要忘記 在國家機械面前的每一個人 是對我們的鳥下 鄭信澤被國家說他殺了人 殺了警察 一強敵人非常消散 可是種種對他不利的證據 是誰找出來的 國家找出來的 當國家犯下這麼多錯誤的時候 真的能夠像他們所說的 透過制度的改善 我們就可以相信國家 國家不會再把這些錯誤的人 無辜的人送上斷頭台嗎 今天是3月2年前 這個人在網路上 被大家廣為流傳 想要搜尋他 一直到今天2年後 他還是失蹤 他代表國家的暴力 在324那一天 行政院裡面打了 或許是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學長姐 兩年後一個人都找不出來 這樣的國家 他所代表的行為 他真的能夠去抓住 找出下一個 將國際不把他殺掉嗎 可以 我們真的可以相信這樣的國家 他所說的最大惡極 那樣噁心殘忍 社會敵人 真的是社會敵人嗎 社會敵人很可惡 前提必須要是 他是社會敵人 可是這個國家 實在沒有辦法讓我們相信 他是這個社會敵人 最後 要還是來做一下最紮實的事情 噁心是噁心 傷害是傷害我們承認 在這方廢除此前的過程以後 人民會覺得我們的硬棒沒有辦法被那麼大的反擊 可是不要忘了 那是那些人所犯下的罪惡 那些人對社會造成的衝突 當國家殺害了一個無辜的人 染個鮮血的 是在座每一個人 組成國家的這個一份 我在打公正杯的時候 每一場截變最後都說 我們要看見原案飛出死刑 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我們要看見每一個人的複雜 我們看到他犯下這麼殘酷 兇殘的案件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試著去想想看 他會曾經經過一些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 每個人都可能是脆弱 今天我們都奉公手法 不代表哪個時候的脆弱會讓我們崩潰 而這樣的崩潰是否值得 要用另外一條生命來換呢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雙方學長精彩的比賽 接下來請雙方邊致台前握手 加拿著 最後一段落 那 再來 谢谢大家